-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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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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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昨天送過來 該邊的狀況是怎樣 他是從事什麼工作 為什麼會被機具捡得到 - 因為他是在操作這個大型機具 那在大型機具 上面有很多的刀片 所以當他手伸進去的時候 就不剩 整隻手掌就撿進去了 主要受傷的範圍是從第一支到第五支手指 整個的神經、血管、肌腱跟骨頭全部都是受損的 當他9點那時候就啟動159送到我們院來 經由這個159的弟兄們將這個大腺積聚移除之後 我們一面就執行這個纖維重建的這個動作 歷期的波佐時間,現在目前它的狀況大概是怎麼樣 那我們手術時間大概花了五個小時 目前狀況還算穩定 我們大概會等到70個小時 等到這個血液重新建立之後 我們再做進一步的評估 那你又會不會對他的手指頭有什麼樣的影響 接下來我們會做一些安排 像說未來去幫他安排做復健的這個動作 這不要慌張,應該怎樣處理措施是最好的 當民眾發生這種很嚴重的碾壓傷的時候 切記千萬不要把手往回拉 因為這只會造成更嚴重的損傷跟傷害 那這時候應該是馬上要通知要求 聯繫醫院,然後馬上送到醫院來做進一步的處理 這樣才是傷傷之策 那到了醫院來之後呢 這個對於這個止痛跟止血 這個第一步我們要做的 然後啟動這個緊急的手術 才是我們在醫院最需要做的事情 在醫院開始,等下就開始 又快一點啦 搜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